大家好,我是小安 YouTube的黄金三小时 如果您是我的铁粉,请给我一个like和分享 第一次观看我的视频 请您尽量的给我一个like 专心的感谢所有朋友们的支持,谢谢大家 今天小安给大家分享一道 既能够排毒,又可以化痰 又能够去除身体里面的失气的治疗方 每周喝两次 身体强壮,清肺毒,清肝毒 排出身体里面的毒素垃圾 对身体是比较友好,比较有益的 特别的适合中老年朋友们经常使用的 做法也很简单 赶快收藏起来,做给家人们喝吧 我们先准备半颗银耳,放入盘里面 加入适量的温水 浸泡一会儿,把银耳泡开 再准备百合,大约20克就可以了 我用是干百合,也可以用湿的百合 它们的功效是一样的 我这个百合呢,是拆干之后的百合 抓拌抓拌,把百合洗干净 百合看似干净,但有灰尘的 在使用之前,也要洗一洗 我们挑拳百合的时候,尽量选择像这样偏黄的 不要选择过白的 那样的百合呢,漂过 吃起来不安全 百合具有年薪安神 助睡眠,养血,自营的功效 平时我们可以包汤喝,或者是泡水喝 每天吃一些百合,具有很好的滋补作用的 营养健康又美味 是一种薄筋食品,还是很不错的 百合的口感煮过之后,特别的香甜 软糯,很好吃 是一种既营养又美味的食物 多抓拌抓拌,洗干净 洗好放入盘中备用 再准备莲籽 抓拌抓拌,把莲籽清洗干净 莲籽具有很高的营养价值的 健脾,养胃,滋阴不慎 对应的好处很多 莲籽口感也是很好的 粉粉糯糯,香甜又美味 莲籽是一种要是通缘的食材 既能够入药,也可以食用的 我们买莲籽的时候需要注意了 里面的滤芯一定要去除 不然花是比较苦,影响口感的 滤芯呢,去除之后不要丢掉的 我们留着泡水喝 尤其夏天喝一些莲籽水 能够清热除饭,解暑 很不错的 莲籽煮粥,泡水喝 都能够很好的 阳味,健脾,补钙 作用是比较广泛的 我们在使用莲籽之前不需要提前浸泡的 直接焖煮就可以 提前浸泡之后 莲籽吃起来不那么的面 不粉,不好吃的 准备几颗红枣 加适量的清水 用手抓拌抓拌 把红枣洗干净 红枣沟壳里面有很多的灰尘杂质 包好清洗的 我们可以加入一勺面粉搓一搓 面粉具有很好的吸附作用 可以把红枣沟壳里面的灰尘全部吸附出来的 像这样洗过之后的红枣吃着比较放心 红枣是一种养生食材 具有很好的滋补作用的 要是通缘的食材 在古代 很早就把红枣放到养肝汤里面食用了 红枣就能够养肝 又可以滋阴 润肺 保健功效是比较强的 我们每天都要吃上几颗红枣 补气补血 美容猪眼 特别是女性朋友们 每天喝一些红枣茶水 可以补足气血 滋润皮肤的 使我们的气血充足 皮肤越来越好看 整个人特别的有气质又年轻的 澡壶需要去除 因为澡壶很燥热的 不要食用 特别是夏天 天气本来就热 如果再食用澡壶的话 更加的燥热了 省得心情特别的烦闷烦躁 准备五六颗枣就可以 不需要太多 红枣虽然很好 很滋补 但是吃的比较多的话 容易伤火的 准备几颗桂圆 我们包一包 我用的是干的桂圆 适的叫龙眼 那种适的桂圆呢 它的口感比较好 吃水多 但是呢 养生功效 不如桂圆的 用桂圆晒关之后 营养全部聚集到一起了 营养更加的充足 桂圆是一种非常好的 美白自补加品的 经常吃桂圆 可以补充气血 滋养皮肤 美容猪眼 对我们女性朋友们 比较友好的 桂圆的口感也很好 甜甜 糯糯的 又好吃 又营养 又美味 桂圆里面含有特别丰富的 钙质 维生素 蛋白质 营养充分 所以平时要多吃一些桂圆 对我们身体好有好处的 虽然桂圆有外皮包裹着 但是包好之后再洗一洗的 可以处理处理一些杂质 细菌 这样使用起来比较放心的 入口的东西 一定不要掉里清新 过一会儿的功夫 银耳泡发好了 我们先把银耳这个根地去除 这个根地呢 一定不要食用的 是有毒的 去除的多一些 尽量把这些黄色的部分呢 全部去除 这一步不要怕浪费 因为这个根地呢 是不可以食用的 我们再把银耳掰成小朵 泡发银耳的时候 用温水泡发 几分钟就可以泡好的 银耳具有很好的滋补作用的 美容猪盐 又补钙 又补心 因为银耳含有蛋白质 维生素 铁 都是我们人体需要的一些营养成分的 真的是又滋补又美味的好食材 我们尽量把银耳掰成小瓣 让清晰的也比较放心 而且容易出胶的 来一勺面粉 抓拌抓拌 银耳勾合 灰尘比较多 也不好清洗 加一勺面粉洗 面粉具有很好的吸附作用的 可以把银耳勾合的灰尘全部吸附出来 张写的银耳是比较干净的 多抓拌抓拌 抓拌两三分钟 多换两遍清水 起着水变清 没有任何的杂质灰尘就可以了 我们控水把银耳捞出来 我们准备一根山药刮去外皮 对山药过敏的朋友们当手套操作 不然的话是比较痒的 山药具有很好的健脾 滋养干肾 主要的功效能够很好的养脾胃的 平时消化不良的 吃饭没有食欲的 脾胃不好的 走这个季节一定要多吃山药 无论是老年朋友们 小孩子 吃山药对我们脾胃非常的不错的 我们准备一个养生糊 把煮买好的食材倒入养生糊里面 也会用锅煮的 加入清水多来一些 再加入几颗黄冰糖 直接焖煮就可以了 大约一个小时 亲爱的家人朋友们 制作视频不容易 请您会来小手帮我点个赞支持一下吧 您的每一个支持和点赞 都说前应的最大动力 感谢所有朋友们的支持 谢谢大家 时间到了 已经焖煮好了 眼儿变得非常的黄 这个时候呢 银耳煮出了胶质 就可以关火出锅 哇 真的是太好了 银耳煮出了胶质 汤呢 特别的黏糯 很好喝 微微的甜 又加入了冰糖嘛 这样做好的银耳汤 真的是既美味又养生的 经常喝一喝 养生保险的功效特别的强大 加入了山药 莲子 百合 红枣 都是营养这些丰富的食材 平时可以多喝一些的 补钙 补腥 气色好 说我们的气色 红润又光泽 补气血 美容猪眼 滋补全身 真的是太赞了 喜欢的朋友们收藏起来 有空试一试吧 点开我头像 可以看到更多的精彩视频 我每天都会分享不同的精彩视频 让大家更新 感谢所有朋友们的支持 谢谢大家 我是小安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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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们下期视频